来自38个国家的代表 26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会议 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停火 并且提出两国方案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当天强调 唯有两国方案才能保障 以色列的长期安全与繁荣 另外挪威外交大臣艾德26号在比利时 向巴勒斯坦总理穆斯塔法 移交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文件 38国会议结束后 负责共同主持的沙特和挪威外交大臣 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一同举办新闻发布会 沙特外交大臣阿卜杜拉透露 与会各方集中讨论了 如何实现两国方案的问题 伯雷利则强调 尽管以色列政府无法接受 但唯有两国方案 才能保证以色列的长期安全与繁荣 另外挪威外交大臣艾德26日也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与巴勒斯坦总理穆斯塔法会面 双方握手之意 随后艾德将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官方文件 递交给穆斯塔法 穆斯塔法表示 这是任何人都能为巴勒斯坦人民做的 最重要的事情 对巴人来说意义重大 穆斯塔法预计 27日还会与欧盟国家外长和欧盟高级官员 进行会面 挪威22日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 并称决定将于5月28日生效 挪威方面也表示 将支持给予巴勒斯坦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地位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